在昆斯兰,不仅斯兰,我最佩服的两个博士,一个就是李宏玉博士,还有一个是李振德博士,为什么呢? 他们是真正的做了点东西,你看李振德博士,他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科研成果,能够真正的带到市场话去,他能够到那个增国去,做海归,然后呢,正儿八点的把它那个专利,那个机器人运到实际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李宏玉博士, 你看他的那个背景,很全面的,读博士,博士后,然后那个科工研研究所,然后到那个尼托,然后在雷鲁鲁鲁鲁鲁,非常全面,从研究到那个实际工作,这个并不是实际工作经验,我们很多博士教授,是吧,做很多那种研究也是很伟大,但是真的呢,做这个实际工作经验的那种大批的博士教授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成活率特别高,一直做到现在,我也是principal演技艺,那么我做了做做做,我就做了做,做了美了, 为什么,澳大利亚不像中国,它那个市场是高高低低的,起起伏伏的,所以它那个,一些公司它都需要人的,它会找一大批功能,没有的,你还是回家中钱吧,我们李博士厉害,一直做到现在,已经做到那个,那个非常,就是高级的那个公司的那个厂销点, 啊,它那个,那个,利托公司,可能我们知道的吧,利托,大家,利托,就是世界三大那个最有名的矿山公司之一,然后以前出了很出名的人,胡诗泰,大家知道吧,今天刚出狱,那个是反面角色,这是我们正面角色,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也不多说了,我要出去说一个小时了,那我们今天把时间留给我们理工艺,或者给我们分享,好吧。 谢谢,谢谢刘博士啊,非常感谢大家,经常这个中午,凑凑来,一起,他们这个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投资,来给我们一些东西,谢谢大家,在讲之前呢,我先说你们几下,因为几个月前呢,我们回到刘博士的破坏,他说要讲讲这个澳大利亚矿产,我想,澳大利亚矿产,我这是讲什么, 就是很拋简单,现在是,我知道有咱们很多的专家学者,很多企业家,在这下面我也看到有很多企业家在这里,心里凸凸凸凸的,所以呢,大家能招待过手,所以我讲的呢,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呢,就是希望这是拋分引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这个泡泡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呢,现在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规律子,现在大家都是比较少, 我以前,大家可能也是,这个那个conference啊,大会上啊,发演都是那个泡泡的,做的比较多,我这几年在空大做那个, 这个guest lecture,我也都,这个slice,也做了很多的,今天呢,我想换一个方式,就是比较少一点的,大家希望咱们都互动一下的,下面有很多老总,钻家学者,对不对啊,我的几个点呢,大家都补充,是不是啥,这样可能就好一点,好一点的,因为这个,这个是,这个题目是写了很大的, 其实我讲的是一丁脸的,是吧,就抛断引玉,就下面的关键学者,还有企业家,这样,这几个的大老板在这上面呢,我都这样凑凑凑的,都不管,不管,都不说话了,现在,哈哈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几简单的,就是讲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讲澳大利亚的康产资源,还有介绍一下呢,就是有几个大公司,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它这个康产,为什么这么发达出口,为什么这么发达出口,为什么这么发达出口, 很多,它除了资源之外,它有很多很好的公社在里头,所以这几个公司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再讲一讲呢,就是介绍几个呢,就是澳大利亚的案例,有好的,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我一直是,这是泛泛的讲的,这些资料呢,都是公开的,都是网上大家就可以找到的,然后呢,就是在,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讲呢,因为这矿产是,高风险的,高回报的东西,那么我们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们可不可以做些事情呢, 是可以的,下面有很多的老板在下面,他们干得很好的。 这澳大利亚方产资源,在那个八十年代,我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叫独顺的,咱们中国是地大物博,然后我到澳大利亚以后呢,哎呀,咱们真是不是地大物博,从人军来讲啊,咱们是中国是很大,很好的,但是从人军来讲,跟澳大利亚是没法比的, 人军,它比我们强多了,那真是是那个,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但是澳大利亚,除了澳大利亚,在我们还可能知道的加拿大,这个,南非,对吧,美国,这些,这些国家都是很,很好的, 所以说,从这个资源来讲呢,在澳大利亚确实是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出国大国,它出口是很多的,然后它的那个,矿产资源价值,接近它的GDP的百分之十,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然后它的出口呢,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很多这些,都是留学生在这里,它是一打个出口的,还一打出口,这个就是这个矿产资源,这个两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资助在这里头, 在这里,在矿产里头呢,大部分一半都在西澳,可能大家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在座的,也在那个西澳也工作过,也在那矿产资源,所以这就是都知道,这有三百多数,大部分都在西澳的。 那么我这里列了个表,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矿产资源货物,它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看这有不少的,这个有那个, 这有铁矿,有铁土矿,我公司呢,就是这两个是我,我们公司是利托的,主要是搞这两个的, 我自己本人呢,这几年呢,主要是搞铁土矿的,铁矿石也,前几年也搞一些的, 氧化铁,氧化铁它刚刚不是矿,我们公司呢,就是,自从收购了那个,加拿大纽约以后呢,在这方面也是比较大的了。 那么我现在就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介绍这一公司呢,我就,主要是讲讲,这个公司之间,大公司之间,他们有合作,也有竞争,所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毕尔毕托,BHP,Bilipton,大家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资源公司,三大铁矿巨头,这是毕尔毕托,然后戴士国家是巴西的利托,是我们公司那样的。 这个毕尔毕托呢,它是原来有我们澳大利亚的BHP,和一个南非的Bilipton形成的, 那个BHP是Boken Hill,它是在那个,在纽莎斯威尔毕,原来是那个发展起家的,它是在那个,是很早以前的,是1885年成立的。 现在呢,这个公司总部是设计的,是Morban,它也是那个,就是在英国,澳大利亚都是上市的,对这个公司的。 这是加仁可,Banko,这是一个新的公司,它原来就是说是那个,是最大商业交易商,它这几年呢就是,它就是,它这个性格为什么要提它呢? 就是因为跟我们如要听到它有关系,再一个呢,它就是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性格,就是很会讲价钱,它很会找机会的。 它的那个,哪个地儿不是做得非常棒呢? 它真正是,从中小的话来讲是,是物美价格的,它真正是能做到的,所以这一家是非常厉害的。 这是我的这个公司,是内拖的,内拖呢,就是人的发展是在那个,是在西班牙的,它如果听到的意思就是,是红色的河, 它是那个,所以你这个看见我们的,比如听到我那次都是红的,它总共呢,是在英国,它人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发展起来的。 它还有合并了很多公司,其中一个最大的公司就是,原来是我们澳大利亚的,叫做RTZ,它是那个合起来的。 所以现在在澳大利亚,现在都有这个,也是跟那个毕多毕多一样的,它是在英国和澳洲都是上市的。 那么,介绍了几公司呢,我就先讲一下,这几个公司的,它们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 像利托,它和毕多毕多,它是很多矿,它们是合作的。 最大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是在那个,是南美,是毕多毕多,它是那个管理的。 那是罗尔清朵,它有很大的部分在那里头。 现在在那个美国,是加利桑曼,也要开一个大的那个投放。 现在呢,准备是利托,是主要的,它是主管理者。 但是那个,毕多毕多呢,也有很大的部分在那里头。 所以这些大公司之间,它们是商品之间的那个,合作的。 那个加利可,它是后期自秀,它呢,就是很厉害的。 它呢,就是说,在几年前呢,就是想把,比如说,清朵给它买价了,干嘛没成功呢。 所以它是,从现在的市场上来讲,它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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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capitalization,它是比利托小一点,但是还要把那个利托吃掉。 当然,现在还没成功,现在。 中铝,中铝是我们国家的,国内的一个是很大的公司。 它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利托呢,就是合作得很好。 当然,我还得讲讲就是那个利托案件,到时候大家有信心,这个,这个是不讲的很, 但是,就是跟它那个,也有点关系跟中铝的。 中铝呢,就是说是在那个,GFC,时候呢,在那个, 在那个VLT的那个股票一直下的时候呢,它就跟这个利托是合作的。 它要是,增加它的股份,就要是9%左右,来它能,希望呢,就是达到18%。 它是出了很大的激战里头,最后能成功。 后来呢,它和这个利托呢,就是有很多合作。 在这个那个非洲,那个那个是铁矿的,也是这个是澳大利亚的, 比尔巴拉之后的,另一个世界级的那个巨大的铁矿。 然后再合作。那最后呢,我们利托呢,就是退出来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中铝在港。 然后呢,在国内,中铝和利托呢,也是相同合作的。 就是15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利托和中铝呢,就是, 形成了给Jones完全。 但是第一个项目,我很荣幸的呢,就是, 请到那个,到那个中国去了,去考察那个项目了。 当然最后呢,就是说,因为利托和中铝的一些这个理念不一样。 这个项目呢,就是Mb继续扩展起来。 但是我是在那个,呃,云南。 所以云南去了,去看了那个头状的, 一些这个地方看了,这样子。 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这两个无视呢, 现在就是合作的,还是比较老的。 好的。 这个,这个,利托案件。 所以我也是比较nervous,讲一讲完这个东西。 大家也可能感兴趣。 这个就是,从这个案件来讲的, 这个也可能是讲,你可能讲很长时间, 你可能两个小时半天大家都可以讲完。 刚才那个刘博士,他也提到了这样子。 反正我现在在这里呢,我就是大概说一下, 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利托这个案件,它有这个国际的原因,国内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当时环境下个人的原因,从国际上来的原因就是说当时因为中旅和利托形成了一个合作的关系,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利托就是没有下去,国内的报道讲的,利托是过活拆桥,因为当时杰弗斯的股票是一直往下跌的,然后他通过中旅一下脱住了,他就没在往下跌了。 原来很多大股东在那个时候,杰弗斯的时候,他们也不想出钱,他们也还不想出钱,但是因为中旅来一下就该拖住了,但是一情况,杰弗斯的变化是B型,不是U型,很快把它上满了,其他大股东他就不干了,所以你这个给中旅的条件太好了,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所以利托他也没办法,所以说那合作就不能进行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说法文国就好像挺生气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是谈那个价格,原来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个有长价的,就是每年都谈一次铁矿,应该是价格是多少的。 就是因为几个大同事的那个谈,就是这个三大巨头,利托,利托和丹水和谷,和其他的那个顾客谈价格,可是呢我们中国呢是主要最大顾客,我们中国呢就是文化的权,就是怎么定不了价,都是别人定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恼火,就是觉得我们进口你这么多的, 在铁矿,那么我们应该有话语权,我们应该有可以定下价格的,就定不下了。 所以当时呢就是说,哎呀,以为这些是,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以为是这个利托这个案件。 还有一个呢是国内的,国内的它就是有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民营,那是原来在那个GFC前后,那个长价就是说是一年美定的, 就是大家商量的价格的话呢,就是比那个市场价格,就是那个叫sport promise,就是要低多了,要低多了。 那么国内那些大的国企,它有那个权利进口的,那么它就能拿到这个长价,那它的价格就比市场上的。 所以说呢,它基本上呢,它就不用干什么,它就把你这个船,就是这个,从这个利托啊,但是有时候有这个地区都买来的,它倒走一慢,啥也不干,它就赚很多钱了。 那所以这个是民营和国企,它之间,这个出现了这个有些事情在这里头,所以这个是一个。 然后呢,当时呢,是国内就把这几个,利托这几个员工抓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们受贿了。 所以这是当时,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国际环境的条件造成的。 这个是地方。我们利托呢,当时的话呢,以为我们是,我们的员工给一些顾客送你了。 我们都是查了,根本就没有,没想到是硕贵,是那个东西。 所以说,这几个原因在这里头,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这个案件。 那么出现这个案件之后呢,大家可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了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美国的外地叫基辛格。 我们当时利托呢,就是请他做参谋。 说我们今后跟中国的关系怎么办? 他跟我们出高招。 但是好像就是说是发了五个million。 但是基辛格呢,就是说,你跟中国要搞好关系。 这是从常人来讲。 所以从那个利托事件以后呢,我们利托呢,就是,也是花了很大的。 因为是这个中美事务,是利托的最大股东啊,百分之。 所以呢,就是说,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也是希望跟中国搞好。 一个是中国是很大的顾客。 然后呢,我们那个Rail Tintor呢,还有其他公司也要从中国进口一些东西。 就是卖一些东西在那里头。 所以这也是不利的。 所以呢,做那个案件以后呢,我们利托和中国是做了很多工作。 关系也是不错,特别是中女,关系很好。 所以是,我有那个机会,就一五年,就去了一下。 然后呢,还有其他合作的,和中女的。 就算是也准备在那个中国搞些通况,也搞得就完全。 也是准备找一下,最后还没找成。 所以,大概呢,就是讲这些东西。 大概有些朋友知道了,也可以进行继续再聊。 然后,这个是后期资讯,FMG公司。 它是这个公司成立是03年成立的。 然后从那个四年之内,就这个Angelo Forest。 他们叫做飞帝。它是特别厉害的。 四年之内,就从那个可颜、融资到那个粗矿。 四年之间。这是奇迹。 一般来说是有关的十年之间。 它就是四年,它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人是很厉害的。 所以澳大利亚搞矿产有三大人物之一。 这是一个。 但是我还得讲一下是第二个人物。 然后他呢,不光是这个奇迹。 还有一个呢,他就在那个,就是这个。 澳大利亚的铁矿,所谓的皮尔巴尔的那个区域。 就是利托。 就是比尔比托。 就是比较托。 它是垄断了的。 大家图看一下。 哪有呢? 它能在这种夹户里头生存。 而且现在是成为这个世界上第四大的铁矿产是很了不起的。 是很了不起的。 在这里呢,就是说是我要讲一下的就是说是咱们的发改委。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安德鲁他是那个在四年之内,他做了很多工作成功。 他在2006年的时候,他是需要发动机制。 他是当时第一站是跑到我们中国去的,跑到很多公司。 他签了很多合同。 因为他跟中国签了合同,也趴在别人才能给他投资。 他第一站,他到我们中国去,去融资去。 跟我们发个委谈。 发个委的官员。 我不知道文运语言怎么说。 反正那就是当时的态度是,就是说是要控制权。 对吧? 是那个,是那个,是Position is very firm。 那里头没谈,没谈龙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教训。 当时应该是怎么谈? 当然这是司得诸国亮了。 然后呢,因为当时他先找我们了。 我们当时没谈龙。 后来,当然后来也有很多大的钢铁公司,也入股了。 但是后来的价格就是高多了。 当时那个他要是发个委,就是跟这个公司谈好了的话呢, 我们当时那是原始股。 那就是好多了。 你后来他们加的话,那就是十倍几十倍。 下面一些老子他们也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是,关键是你一定要找好。 你看准了,哪个矿是好的。 该下去是,就下去。 现在呢,我在谈一下别的公司,就是一些开发的、研发的案例。 在讲之前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地区。 就是比尔巴尔。 中间这个颜色的,在西奥的。 在西奥的。 这是南汉康。 这个人,他是那个铁矿大王。 1952年,发现这个大量的世界级的铁矿。 我为什么就是点了这两点呢? 就是第一点,他是当时的52年是伟大的发现。 当时发现了,他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是当时在,他是个农舱主。 他是从那个皮尔巴尔地区飞往克里斯去。 当时呢,是飞到那个,当时一个Hammesley Range,就是个小山友在那里头。 他毕竟穿过那个山洋飞滚。 当时那是乌烟滚滚。 南汉康就是,往他的飞机斜了。 他就没办法飞。 大家知道,坐飞机一般都在那个飞机云层上面,对不对? 他没办法在这边飞。 南汉,他跑到下面来飞。 就云层底下来飞。 人层底下的那个乌云密布啊。 你给他压了,越越低了。 你靠近,快撞上那个山包了。 他又不能在那儿飞了。 南汉,他就飞到峡谷里面去了。 就是一个Tanarima。 Tanarima,他对那个地形是比较出的。 所以他这种在峡谷里面飞行。 这位华平人类似于大雨。 这是一个奇迹。 他当时看起来,怕雨一冲刷以后, 那个峭笔上面是褐色的铁锈闪的东西。 它是很有经验的。 他一看,这是大型铁,这是铁化。 然后呢,他就知道这个。 那就是发生了大铁化。 所以在人的命运当中, 大家要是抓住机会。 有的时候,它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 诶,但是他一个知识丰富。 咱就看见了, 那就开始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铁矿。 当然,他后来是经过了很大的努力。 当时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说, 澳大利亚是没有这种大型铁矿的。 大家都否定他, 可是没有他。 因为咱们现在的话, 人家说, 你一个初中生, 你怎么知道这种大铁矿呢? 他回了很多时间。 他回了八年时间, 然后能自己花钱去, 去状态取愿,去证明。 那是一个大铁矿。 然后最后他成功了。 成功了以后呢, 就是政治这一关。 因为当时澳大利亚, 它是铁矿是比较少的, 所以保护, 它不让出口, 所以不让开发。 然后他证明了, 首先把政治关这个过了, 然后证明这是一个大铁矿。 好,有了, 第一下。 第二下呢, 你得找融资去了, 开发去了。 这个铁矿是, 在这里头是, 在那个中间啊, 内陆啊, 你要这种运质区, 那是有四五百公里, 那是用了这件很大的钱啊。 所以他又费了很大劲, 去找那个, 大致, 那个什么, 投资者, 找了很多, 当时找了我们的拼头。 我那个上面写了一个, 是百分之二连五的, 这个是特许全费, 就Royach, 百分之二连五, 这个百分之二连五, 是那个是销售量, 销售量。 你想想看, 销售量的百分之二连五, 那是多大的钱啊。 当时我也纳会很长时间了, 它这个没有那个什么, 啊, 它一直在那里头, 一直在那里头的, 你看这样的话, 怎么给它这么优惠的条件呢? 那么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那么聪明, 来后能赶花那个大钱, 本是二连五, 你要有赞助养国啊, 你才能当时下这个地。 当时很多人, 就说这个, 当时那个CEO, 就是Royach的CEO, 他是, 你们真笨, 怎么给他这么多钱呢? 但是这个人回答的是, 太绝妙了。 因为, 你们太聪明了, 所以现在你们就没铁矿, 你看, 它现在就是我们Royach的 这大铁矿子之一。 所以, 这也是我们一个, 大家的聪明, 有的时候呢, 不见得要便宜, 只要是双赢, 大家呢, 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是挺好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密托, 在这个PUBAR, 它是占了脚的, 是删了铁矿子之一。 当时看来, 好像是这个2.5是很高的, 是不是? 现在也觉得也是很高的, 现在, 但是它站住脚了, 这是双赢。 这个呢, 就是我, 那个, 去前几个月, 我当那个, 就是我们公司叫省机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航空上拍了, 在飞业档子在那里头, 反正是我这是随便在飞机上拍的, 就是, 这是就是表示当时的, 假设有些朋友, 他要是没有去的话呢, 就是这个PUBAR, 他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种情况, 就是很多呢, 其实他在当时说呢, 就是很多就是这个, 这个山顶上呢, 那个矿上, 这个山顶上, 它都是就是铁矿, 那平面是非常高的, 它那个都是那个就是OPP的Mind, 就是那个露天开采的, 它那个矿呢, 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开完以后, 然后再挖下去, 那山顶上那个都是, 就是矿品位都很高的, 那有的朋友可能知道, 咱们国内那边铁矿的品位是多高啊, 大概百分之三十七, 这个这个PUBAR一般的话呢, 就是以百分之六十度, 就是国内那个开的矿的铁矿, 这边都是作为是那个就是waste, 就不要了, 所以你看看这奥那里亚的这个, 这个矿感吃确实是, 是非常丰富的。 这条线呢就是讲的就是PUBAR了, 这里头, 我这里再放开, 再分享一下, 这个绿线呢就是这个铁路线, 这是没有清楚的, 这个红线呢是B2B出了的, B2B的, 我当时讲的就是说是那个, FMG是在贾户中生存, 你先想看, 这两个大公司在这里头, 这个把这个铁短了, 而且你要是进去的话, 你要进去投资的话, 这是很难的, 你看这铁路四五百公里, 你花这个铁路修了多少钱, 然后呢, 它成功了, 当然是经过了很多很多, 当然有打官司的, 他希望这两个大公司呢就是开放这两个铁路, 那中间进入了很多州人的那里, 它最有成功了, 就是说为什么它是夹缝中生存, 那就是这样, 人家站着脚了, 这个呢, 是牛门, 这是BHB的, 我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的, 这是最大的, 这个是物贴铁矿, 是很大的, 那个就是那个, 当时真是一座山, 现在都挖下去了, 它应该是要挖下去到四百米左右, 现在还在那里挖的, 那个品位是非常高的, 百分之六十几, 但是六十几的, 他当时做的时候呢, 他就说, 不是百分之六十几, 他就马上去, 他就是, 和别的, 有听到合作的, 是这两个公司, 一个呢, 是这个, East Range, 一个是China, 是这两个地方的, 这个, 这个, 是我们的中, 中, 中跟合作的, 是中跟合作的, 是中跟合作的, 是87年开始签的, 在帮子来讲呢, 它是, 我们国内的最大投资之一, 最大的投资之一, 在那个, 17年的时候呢, 庆祝了一下, 这个三十周年, 合作,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这个投资的, 然后呢, 在那个, 几十年呢, 就是中刚集合作的, 最为赚钱的业务之一, 然后呢, 去年的年底, 又把这个合作又续签了, 第三次, 第三次续签了, 这是那个,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这个, 这个图像, 这是这个签字与试的, 这个是我们也没有听到的, 新的这个CEO, 他签了合作以后呢, 那么就是, 总共达到我们就是, 网国的话就是, 是达到二年级多了, 网国呢就是, 就是已经, 就是, 运输了这么多矿, 其实就这么多矿。 第二个呢, 这也是在那个, 同样的地方, Pairabudu, Pairabudu, 它当时有几个矿在那里头, 这个Eastern Ring, 就是提出西标, 当时和法宫合作的, 法宫合作的话呢, 是04年的, 开始的, 然后呢, 利托呢, 是占了54%的股份, 法宫是46%, 现在大家注意没有, 这个都是, 这个是外资, 是占主要的股份, 我们呢, 只是, 参与的, 所以这两次非常成功的, 现在我们呢, 近几年呢, 我们中国反正是, 财大气数的有钱了, 什么都要控股, 但是呢, 现在真正全自己控股的话呢, 有几个成功的呢?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所以我觉得, 这次也是一个, 就是开发成功的探索这话呢, 因为, 我们, 国内来的, 对这个澳大利亚的政策, 这个各方面的, 还是不是太了解, 所以呢, 你一下子要全控股, 就是自己的做, 那个成功率那是, 也可能, 但是呢, 就算是, 比较费事儿, 所以这点就是成功率, 我觉得呢, 这是一点的, 我们就是记住了, 你投资这个, 过去的吧, 现在呢, 我在讲呢, 这个是中奥铁矿项目, 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百分之百控股的, 百分之百控股的, 当时买的时候呢, 是, 都是标杆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买的挺好的, 我百分之百控股, 然后才花个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4.5 billion, 就才花个四十几亿的, 也觉得很好的, 但是后来的发展情况呢, 就是不是想象的那样的吧, 它那个开发成本, 超过了又少了五倍, 现在已经超过那个, 一百多个亿的那个什么, 美金了, 然后呢, 投产时间又推迟了四年, 现在呢, 就是说是, 它的产量, 比设计的, 好像是少了一半, 还达不到, 当然现在有这个, 这个现在是, 去年的话呢, 铁矿的价格是达到九十块钱一吨, 那还是赔钱的, 大家现在看, 大家现在看, 现在是铁矿是多少钱, 九十块钱还赔钱, 你想想看, 这个是垫多少钱去, 还继续垫, 加了的话呢, 可能是的, 价格还能涨, 那就好一点, 现在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 特许权使用费, 这也在纠纷这个, 这是花很多钱, 去年的话呢, 就是说, 这那个西奥, 那个, 法院已经判了, 这个东西已经输掉了, 所以呢, 他当时要配另外一家, 是很多钱, 而且每年还得要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是, 两亿, 那这两亿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是, 你一吨, 增加费用要十块钱, 一吨增加费用要十块钱, 你想想看, 这个是博大, 我可以大概比一下, 闭合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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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个, 他们的成本, 大家猜的是多少钱, 就是说生产了多少钱, 小于二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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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开采成本是这么低的, 所以他们是, 大量的机械化作业, 是把心放入到的, 你看, 就这个特许权使用费, 就是一下, 他就多十块钱,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是比较难办一点的, 当时这个买的时候呢, 当时是价格的时候, 是那个什么铁公司价格, 是最高的时候, 当然大家看好, 价格还能好一点, 都没想到现在, 这个铁公司价格暴跌了, 所以他现在真是没办法, 现在真是静天了难, 很难办的, 但是我们像这些, 谁高手给他出点头, 看看怎么办。 这些人, 就要用来做, 这个是什么用来做, 这个是用来做, 中文化做, 中文化做, 就是它的实用, 就是中信太平, 就是中信太平, 对,中信太平了, 就是中信太平, 就是中信太平了, 就是中信太平了, 你那个是不是那个, Gland Palmer那个, 对,对,就是他。 但是这个当时法官是出了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这也是个教训之一,我们现在都没写清楚。 他当时讲的这个特许柜有两种,一种A一种,那当时两个人都能同意了,那没事的。 所以这个公司一直给他,还有总的就是使用费币。 他当时来讲,以前都是叫长价,每一年就是定个价格,然后大家就按这个价格买卖了。 现在这个价格没了,那么你怎么算?那个合同没有写清楚,没写清楚。 所以你看见谁对必死了,谁给你辩护得好一点了。 当然有人判断来说是这个政治判断,因为这个法院他可能说是在澳大利亚里面, 这个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去看去。 但现在呢,他们现在在那个上诉,希望呢,就是说给他推翻。 可能是这个Clan Palmer他在里面做手脚,骗他们还是中方这个不够细致啊? 这个不够细致,这个不是骗的。 就是人家那个合同都可以,就是历史可以给你讲了。 他这个东西,这可以讲了。 现在还有教训呢,就是说是我们当时很多是想当难的。 还有很多想当难的,有些最基本的技术的东西的话呢。 那这个矿子就是磁铁矿,不是磁铁矿,就是磁铁矿的。 这下面有个大老板是搞这个生意的。 他是那个品位来讲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你经过一下破碎,演磨,然后再筛选,然后才能矿位比较多。 然后达到62%,65%才能提高。 当时他这个公司,当时他都没有把铁锋铁矿,都能把没大老子做实验。 他就去设计这些是破碎的什么东西去做去了。 结果一看你的设备,根本你做不了这些东西。 所以他是从来。 还是从来。 所以这个技术上的东西都是想当难的,就是没做息子的。 还有一个教训呢,就是想的很简单。 就是澳大利亚。 这个是安全,环保,那是没商量的。 那是没商量的。 那国内的,他觉得可能按照他的标准呢。 按那个算的话呢。 他一看这个就是环保安全一上去,这个成本又上去了。 还有这个就是建设成本。 当时呢,你还想象中的是可以用那些国内的功能来建成。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这个事还行不通。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工位,他肯定不会让你。 第二个呢,他的一条,你必须选择这些会说英语的。 那我们呢,现在他又说英语,使用这关键过不了。 所以这些成本就是加了各种方面的原因, 所以他的成本就是增加了很多的。 所以这里头就很多教训者在里头。 这个呢,我就在讲,这个是个人,这个是投资矿山,这个要是怎么办呢? 现在是,你现在那个矿山一般是要是大量的资金的, 都要是大企业才能做。 那么个人这样呢,可不可以呢?可以的。 现在在底下呢,我也知道,你大老板,他们都是很成功的。 所以呢,所以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大家一定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 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也是也回报的,是不是? 高回报的。我也知道,有的朋友,同学,他们也是很成功的。 他们就是在那个,大家也知道这两年这个, 这个框架是跌了。 在那个之前,他把它的卖掉了。 哎,他撞了一大一大笔。 有的朋友,他也是挺好,他提前退休了,也干的挺好的。 有的。 现在有的呢,也干的挺好,他也继续在开矿。 他也是个人呢,他也不要什么太大的。 他当次买的时候呢,也不大。 一两个million,他就把那个投资本下来了。 他的运行的也挺好。 他也可以再干。 所以这个东西呢,不算估计那时候,个人就不能干。 也可以干。 我知道下面的也有老总在里头自己干的。 是的,也有。 就说是可以干的,这个东西的话。 但是当时的话呢,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咱们讲的, 英语讲的是, 戴博士与基础,一定的那个什么, 仔细,各方面都得算好,你才能成功的。 否则那个,其他一早,来一下没有,上来就不行了。 还有股票。 股票,股票也可以买的。 股票这个矿山的话,它是一个周期性的。 当然这个周期性,大家是预测不了。 谁预测不了? 你说是有几年? 有五年,十年,一年,两年,谁也不知道。 有的时候呢,他的股票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降下了。 当然这个问题,你对那个市场的了解, 大家还是怎么去问。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就是那个, 16年初的时候,不是什么原因, 诶,那个矿山的股票就跌得很厉害。 路亚青,比何比拖的,它跌到十六块了。 他都没原因了。 大家就突然这个担心的话,十六块那是很低的。 但是你要是能够想,诶,这是好机会, 你当16年满了,你肯定是厉害。 现在现在,比我说的股票是多少? 是不是?那就是挣不少了。 然后还有,这个去年, 煤炭的股票, 煤炭的价格,呼呼往上涨。 为什么呢? 所以现在就是讲到我们华人的优势。 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顾客, 我们华人呢,就是有这个中国背景,了解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政策一变化, 就对这个矿山,这个矿的价格是有变化的。 那去年的话,为什么那个煤炭的价格比呢? 因为我们国的政策和环保关了很多煤炭。 你看,假设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话呢, 那么就是看情况,你可以找买点下。 那个利亚价格就上来了。 是不是呢? 国家有些要兼产, 不让他们生产去。 是不是? 我们现在都是对国内的形式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也都说大家都非常情况,是不是呢? 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有好处? 所以说这个个人投资有风险,也有可能是很回报的。 我个人觉得现在也是个机会来了,为什么呢? 现在不是讲一个贸易战吗? 贸易战现在是矿山的股票,现在大部分是往下走的趋势。 那么现在就是根据我们自己个人,看看江南市民是怎么看法的,对不对? 这也是个很好机会。 这个你这是怎么评判的?我们大家自己的个人情况了,对不对? 那这是个机会,到了一定程度,假设它又低了一定程度,你可以去买去,对不对? 当然我这些说法就是不需给大家建议的,反正这个我也不是高利发的那些贸易战,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所以这个是也可以的。 再来就是说是你这个股票,有些股票的话也是要是长线的, 有些咱们都知道也蛮抽五的,有些的话也是要长线的。 你要是也有功夫去炒的话,那是情况,也没有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那个$ average,你也可以去买去买。 我现在自己个人的话呢,我现在,我那个Shopernation,Safe Magic Fund, 我有我现在自己管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我这几年也懒了,没要怎么管它。 前两年我是一直在看股票的,这两年就比较懒了, 现在这两年就不太管它了。 来看还有一些股票呢,我现在也是一番就是那个$ average, 不管它高低,等一段时间去买一点。 特别是低的时候,那时候就说是比较合适。 现在高的时候呢,那就是$ average, 你只要这些股票一直往上涨的话呢, 这是个很好的房子,很好的房子。 所以这个呢就是讲讲这些东西。 我大概呢就是讲这么多吧,好吧。 然后呢,下面有很多那个高手的人, 我记得那边公司几个老子们在下面呢, 还有很多是专家学者呢。 大家在补充,我们一起考虑。 好,我就说了,谢谢大家。 时间的关系,我们罗山可以讲很多的。 我们现在就把那个问题留给下面的, 看有谁提问题的,我们就可以提问题了。 那我们跟李博士再分享一下。 今天是做无需企业。 是,是,是。 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可能是最后这一步。 股票,股票。 我想,推错。 所以你多讲讲最后再重复中国。 这个股票, 不讲是吧,打货有什么问题, 多讨论最后一步。 这个股票我也是投资比较涨的。 这个矿山股呢,我的体会真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 那个周期啊,它那个矿产的周期, 很多搞那个铁矿商还有煤的都知道, 它那个,它都有一个一定的周期的。 谁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 最低的时候买,最高的什么买。 但是总体而言的就是你, 你就像谈恋爱, 那股票它时间越长, 你才是知道它的脾气。 所以一般来说, 就是那些重点的股啊, 你就要看它这么多年, 我也这么多年看。 但是还是有那个走眼的时候, 人善不如天善, 有的不可预见你可多的呢。 特别像我们那些工程师, 什么工程高的时候, 你一下子赚了20多万, 你就在想, 我得超过12个月啊, 要不然我那50%的那个片子变没了。 但是人善不如天善, 我的体会, 那有一年就是, 我那20多万全没了。 那什么, 那个Kevin, 他一上台什么支援税, 超级支援排放税, 然后二两画像排放税, 什么什么玩意, 全部都烂销一来, 说没就没了。 所以这个真实中, 我的体会就是, 你真的要长期, 像这是长期谈恋爱的, 他就知道哪些东西。 我请教过李博士, 曾经有个李博艳的那个矿, 在那个Web, 在Web那里, 他也是因为小型, 所以矿上这些东西还是有机会的, 看你的功夫, 我请教过他们那个值得弄, 但是我那个时候, 应该也没钱, 所以股票也是一样, 所以我说了太多了, 给下面说什么。 买卫尚智的矿业股, 合适吗? 这五种说得太好了, 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说是大家的话呢, 肯定的, 你要是看准了, 肯定是, 这个就是当时那个FMG的时候, 他的那个00年的时候, 上中国去那个融资的时候, 咱们就是很多大铁, 没抓住那个机会, 后来当然是有人那个, 有那个公司他入股了, 但是那个价格是比当时高多了, 可能有的, 后来买的就比他有当时的价格是高了10倍, 100倍。 所以说, 没上市的话呢, 你看准了, 那就是干净了, 干下手就下手吧, 对, 那是, 那是赶紧的下手了, 就看准了, 受过时机就没了。 而且现在呢, 是现在, 当然现在这个铁矿这个的话呢, 就是, 就是, 高会长现在就是这个, 现在就是这个, 现在呢, 从矿, 铁矿来讲, 原来这个两个, 壁合壁图和力图, 它都是搞赤铁矿的, 赤铁矿, 就是三, 三氧化二铁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比较多, 那个就是, 他当时那个铁是, 那个含量是比较高的, 但是现在就叫赤铁矿, 就是四氧化三铁, 那个当时的, 本身来讲, 它的铁矿光量, 它是不高的, 但是也经过, 是眼眸, 这个分血,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呃, 成本就上去了, 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好处, 它的杂质比较少一点, 特别是一些, 这里有个专家, 有个大好板的, 我这个都把他弄过啊,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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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球团价格高, 烧铁矿一倍, 对吗? 对, 那个价格呢, 倒是那个五种, 你自己去, 你比我更清楚, 是不是, 但是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大家的, 而且那烧铁矿才有什么, 是吧? 一百二十多, 一百二十多, 对, 因为你这个只需要, 需要各种环节, 你多加很多环节在里面, 所以你这个成品也在那里头,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 就是从你那个, 价格来讲呢, 你球团的话, 比那个, 一般的那个烧铁矿的话呢, 现在就是好一些, 但是你那个成本也高一些, 所以你呢, 就是当时要看的, 所以呢, 就是, 我总要回答你的问题, 也是容易, 也难, 就现在就是, 就是现在就是, 你要一个标准, 就是我们的大公司, 就是那个, 币和币托, 利托, 它投资个项目, 它是有几个那个, 条条杠杠的, 它不是说是随便就投的, 它一个, 比如简单就是, IRR, 就是Internal Return Rate, 它必须要达到20以上,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就是你投资的成本, 你多少年, 要收回来, 然后呢, 你这个回报的有多少, 然后它才给你下走的, 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要看的, 当然, 它这也有些, 像那个澳大利亚, 它那个, 就是政治比较稳定, 这个, 环境也比较好, 所以它可能也下降一点, 百分之15左右, 但是有些国家的话呢, 哪有呢, 像一些那个国家, 比如说非洲, 有些国家, 或者南美国, 它政治可能是不稳定的话呢, 那么它这个IRR, 它要是投资的话呢, 还要高了, 百分之25, 可能百分之30, 它才可以下, 因为你要投下去以后呢, 你可能就是没了, 你什么风吹上, 都要是真的一变, 那就是没了, 现在呢, 是个机会, 现在是无种, 现在你比谁都清楚, 现在是很有机会, 现在是那个西澳, 南澳, 现在很多次也放这个, 这个是很有机会的, 现在市场上呢, 也有, 对, 现在是, 对, 现在是有很多人, 就是往这个方向转的, 往这个方向转的, 是不是, 所以这也是个机会, 你都当时抓住, 你都抓住, 但是当时你有几个, 你杠杠在那里, 一定的, 一定的有一个, 在那里头, 不能像, 想象中那个, 但是那个, 周冒减, 那个就是个, 红德舍老, 他一直热了, 把那些工作没做到家, 工作没做到家, 所以他现在就是, 现在是击哭了一下, 继续坐下去呢, 还是不继续坐下去呢, 前两天我看了一下, 那个消息里的, 那个, 那个董事长, 他现在就提出来以后, 那将来我们是不是, 要把这个项目要停下来, 他当提出这个问题了, 他提出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呢, 这个项目就是说, 抓准了, 看好了, 就算了, 但是这也要做很多工作的, 因为你是那个什么, 有很多钱的话, 那没问题, 就是头一点, 反正不影响你的话, 那可以, 中心开吐是中国的, 设计单位造成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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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内部收益, 对, 对,对, 那我们叫内部收益, 有很多问题啊, 就是, 看澳洲的, 矿疫的时候, 对于, 怎么样去观察澳洲政府政策, 跟, 矿疫公司, 没有回报的关系, 澳洲的政策, 它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你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不用太担心, 就是, 关键是有几个税, 大家知道, 凯云特的时候, 他一看, 当时, 那个, 那个, 跨疫公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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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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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就是要把这个什么 那个需要上去 但是现在就是有发的这些 这些就是跨国公司 那比较太强大了 当时那次股间盖的广告一上来 那开户让他顶不住啊 所以他要这个变政策是比较难的 就是变比较难的 从澳大利亚的政策来讲呢 我讲的就是不用担心 他就是不用担心 就算是他担心什么呢 就算是你是外国的企业的 那么他就是担心你 他就是以讲就是国家的 就是安全来比较来阻止你投资的 现在我们国内有几个投资的矿 就算是涉及到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就是国防部的一些设施很近的 他就不让你买 所以这个就是从外国投资来 这是不让你买的 所以其他的方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就是外国投资 他有个那个这叫什么review wall 他就会卡你一下子 就卡你当地的 但是你当地的 你要是澳洲共鸣的话呢 这个就是没限制了 这没限制了 而且你当时就是说 你的那个条理群要上市就上市 要集资就集资的 这个都是他这个都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你这个就是不用担心的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我不知道很合适就是说呃石墨矿这边你们就是呃关于石墨的一个问题就是呃就石墨因为那个手机啊那些运用很多嘛 然后呢什么那些电动车啊 然后现在有一个公司他是在搞就是把铁矿石和天然气这样中和一下然后生产出来那种百分之百pure的那种石墨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因为我对这个没有太诚意我想问他您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可不可行就是就是变成商业化可不可行 这个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是不是我的专业是因为我也回答不了的但是呢就是有些朋友当时你要是我们私下底下我给你找找朋友肯定有的知道的 我自己本人不知道 那个我们的刘虎是其他人的能不能知道 你好啊 我还关于一个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我不太关心那个资票啊什么投资 我们是做那个就是 提供服务的 浩山开发的那个服务工具上 然后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些中国的企业如果跑到澳洲南买的话 那他们在这个开发过程的这个工程设计这一块 他们是一般倾向于是用国内的设计院呢 还是说因为澳洲政策限制不能用工程设计院 必须要用澳洲本土的工程设计公司 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 就是刚才说那个那个中奥铁房他就吃亏在这里头 他就吃亏在这里头 他说原来都是国内的签字的那不行 他必须这是澳大利亚的 他必须澳大利亚认知的工程师签字才行 所以国内他那些图子根本都不行 从今要这边的就是澳大利亚认可的 工程设计签字就可以 就是说国内不在国内就不行 就在你要是他的本身个人资质的 在这边他澳大利亚承认了 那就可以 他就是这样 他牵涉到这个neutralization那个 dangy的那个赔偿的问题 因为中国好多都不是 这个十多年年都不是国际化的 澳大利亚一般都是 你那个要区别化的 如果有什么纠缝什么东西 谁来判断 因为我现在也是做功能 我们经常知道这种问题 国内的那个时候就是赔一赔 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要 因为可能现在好很多了 就是说英文各方面的 你在澳大利亚有没有分工师 有没有什么东西的 没有什么问题你你的培养 对 假如现在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是要是要坤士兰的 他必须是一个坤士兰这个garman 他就是那个也是个这个 还是澳大利亚工人士协会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科研协会的 他他必须要有些认知的 像医生一样执照一样 你执照才行 所以你必须这边承认的才可以 OK 那是不是就是如果有这种 那种就是如果有 有华人参股这些工程设计公司 如果针对中国的企业来那边 买矿或开发出的会有些优势 有优势 反正你这边的只要你这边的 有资格够了就可以了 你这资格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呢 一般来说的话 你是国内设计了 我跟你签个字 一般这是谁都不干的 谁都不干的 那对我来说 假使谁叫我签字 我肯定是不干的 因为你那个是个小例 将来是设计到 我的这个以后的这个 专业的生育的问题 那当时还得还得个人负责的 特别现在是这个是个人负责的 它那是你能够讲的法律 法律签字的 叫statue signature 就是你法律效应效果的 除了是你的负责的 那说句说 不像国内有些的话 你做了我帮你签这个就行 那这边这边一般的能够干的 他们来讲 比较可行的方案 还会找奥中本土的这种设计 他们有很多货作 就是院长 中国国内的设计院 这边设计院货作的方式 因为这个国内设计院 比像每一块方面 他们地下的 中国的有很多神兽的技术 可以在这边 但是呢 都要跟刚才李博讲 必须在这边 在这边自动论区论口 自立论口的一个 你三个 可以给你在这边住 我想请教 李博是一个问题 撒岩化 澳洲的撒岩化 昆士兰的撒岩化 我在带你一个撒岩化 然后去年 我们这里有一位白人买家属 准备要买 但是他的想法是把澳洲的撒岩化 卖到中国去 但是就是说 想法有点不大一样 因为澳洲来说是 这边是有点 风不应求 但是 中国市场和澳洲市场 对那个花纹那些的 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就想请教李博士 对这个 这个是具体的 我又不知道 下面有没有谁 那个专业给他回答 这个问题 最具体的话 我是对这个不是太熟悉的 但是呢 从这个总的道理来讲 就是这个事情讲的 刚才也讲的 就是开国的收取 和这边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只要这个是对接上 我要要求 就是 中国人就可以 具体的话呢 系列上 不好意思 这个不太清楚 你好 李博士 我要了解 您请教一下 关于一些 澳洲金矿方面的一些 这些情况 金矿呢 金矿 金矿的话 澳大利亚是金矿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 华人的话 最早来都是陶金的 对不对 那个都是在这 Morban 干什么 现在都是陶金过来的 这个都是很多的 金矿呢 澳大利亚的金矿呢 一直都是 都是不错的 就是卡古里那边的话 那是很好的 所以金矿的话呢 主要就是 现在也是看你成本 看你在哪个地方 就是就是看你选的 矿 是怎么样 前段时间好像是爆了一个 在澳大利亚 就发现一个特大的金矿的 发现金矿的 所以他 就是看你看你那个品味 看你开采情况怎么样 现在就是地下开采是比较贵的 如果开采的话呢 就是 是稍微那样比较便宜的 关键是你品味 那么金矿对于整个 对于整个这个产业来讲的话 不是价值的意义大 这个呢 现在呢就是前十几年前有过争论 大家以为说是金矿基本上是走到头了 但现在实际上发来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金矿呢 还是还是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金矿从金矿本身来讲还是可以的 当然金矿呢 所以这就是讲的我们华安的意思 为什么金矿能上去 中国大妈 就去买金矿去了 所以是 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个优势就是 加上你要大家被 咱们国内那个人 大家被金矿不感兴趣 那时候你就可能就是别买了 但是大家对金矿还是感兴趣的话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只是感觉到澳洲 因为周边还是有一些人在 在renew这个mining 然后呢甚至说他还 快要多一些这样的东西 他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就是我也不太清楚 整整体对澳洲来讲 就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甚至对于金矿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那将来五年十年 可能随着金价的上涨 需求的增加 那么他有更多的利润 这个将来的话 大家首先不是特清楚 但是呢 金矿来讲 从我现在个人角度来讲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说是那个宝石 我个人觉得他们有金矿好 你看咱们都是结婚 大家都是意外于那个什么 这个宝石 我们没有听到是在那个 在西奥营的那个是粉的 那个什么宝石的 那是特不特好的 但是呢 你从这个历史上来看 就是价格上的那个 那个宝石啊 它那个宝质论 没有金的好 所以呢 就是这两个设计之间的话呢 可能金矿好一些 当然这就根据具体 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了 这事只是笼统的 我问一个问题 你刚才谈到那个 FMG那个公司 它那个矿石资源 那个传奇量 都是比较低吗 和比特比起的 因为 对 它是吃点矿 它是吃点矿 比较多 它都是比较低的 它吃点矿 吃点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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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较多的 它是比较多的 它也得经过一下 再分选一下 它对 我们那个吃点矿 也得要分选 但是它那个就成本高一些 我再问一下 这边澳洲有没有 那个是要成定吃点矿 现在在开发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大概吃点矿 这边开发成本的多少 这个你想投资 还是什么 我就想了解 你想投资的话 你在我旁边的附近 在下班有老板在那里 你要有大资金 可以投资 但是可以的 对 现在是是蓝奥 蓝奥它是蓝奥的吃点矿 那个储量是非常大的 蓝奥 蓝奥现在是 现在它有几个 那个矿卖 有几个矿权在准备开发的 那个吃点矿在那里 还有西奥 西奥有些在那个 有些吃点矿在那个开发 你现在要的话 现在有几个矿 也在卖 他们是做到了不同的程度 有那个 就 有着 就是不同的 程度了 就看看你对哪个感兴趣 现在也有在卖 在你资金行用 看来小伙子有资金 那没事 到时候到时候私下 我给你介绍几个 哈哈哈 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矿 上次也准备到 也是武汉地址学院 然后在这边也是在这边工作的 那么我们大概的问题就这么长 我都把如果有更具体的再跟我们以后再聊 下次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你 或者我们再给你讲一次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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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